不管是在庙宇中拜拜或是搭火车出游 这些都是民众熟悉的场景 但底头的人物却被作者张绝瑶刻意用虚拟电脑的角色来取代 张绝瑶希望借由这样矛盾的感觉 探讨现今生活跟网络世界的密不可分 借由熟悉的场景与我们相似的造型 还有一种矛盾感让你重新去反省说 虚拟世界是不是真的离我那么遥远 那我在里面是不是能够得到我要的 同时再回过头来看 我是不是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跟真实的人 我自己的亲人朋友做一个没有虚拟的相处 一个成功的艺术家是要不断的创作 不断的用心不断的成长 才能够出的拔去 大理公所这一次邀请青年高中师生 分享创作 首先登场的就是张绝瑶师生插画展 张老师透过虚拟跟真实边界的创作 期盼带给观众反思 而学生的插画作品 有人是秀出年轻人的创意 也有人期盼呼吁大家爱护动物 重视生命 是要表达出那种活泼 动物活泼的感觉 然后和谐 然后它是以中间的猫头人是以探笔下去呈现 然后外面是以色彩 因为猫头人是比较晚上出来了 所以是以夜晚的方法去呈现 我们希望说我们的艺文空间能够让我们大理区 所有的艺文团体 尤其优秀的学校 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展览 能够来推广我们艺文活动 培养更多的艺术人才 这次青年高中展出共有30多件的作品 公所给艺术新秀一个展出舞台 也欢迎民众洽工的时候 可以来细细品味青年高中师生的电脑插画世界 接下来秋风台中参访不到